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的旌旗像是给我 咋样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你带我走进你的花坊 我无法偷偷画的迷香 我不知不觉忘记了 方向 你要我留在这地方 你要我和他们一样 我望着你默默的说 哦哦不能这样 我想要回到老地方 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可是我才对你不开灵 哦哦姑娘 好谢谢 唱得怎么样 唱得很好啊 我选择这首花坊功能的原因 第一是我考虑到在座的各位 呃 HR们可能都是那个年代的人 然后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你看看言诺必诗啊 我刚才怎么说的 你姐姐说了 哎 刚家老公 我怎么说 我换一个说法来说 你又说我选这个歌是 对你们 都是那一年代 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 在座的 因为是选那个西腰红啊 你最美不过西腰红适合我们啊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学房地产的选手 然后我希望这首歌能够承载一个 我的美好愿望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住上花一样的房子 谢谢 好 来到了第二环节 我们更多要考察你职场方面的技能 各位企业家有什么要提问的吗 销售啊 卖卖东西吧 卖东西啊 篮球课 我觉得他卖篮球课肯定他不了解 然后你 他打篮球怎么会不了解 我可以 篮球课 他第一他打过篮球 第二他又原来做过右教方面的工作 篮球课 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专业的 我们问问他 你想不想接受这样的挑战 我愿意 你需要先了解一下他的课程信息吗 需要 然后我还需要了解就是给我一个具体的课员 我们随用奔跑篮球课程呢 其实是强调体能加篮球的 可以帮助孩子进行一个全面的成长 我们特点呢是我们全套的课程呢 是同步国家队的 就我们的主教练是国亲国少国傲的教练 小叶总你给我挑一个客户 你自己选没关系 这也是你挑选客户的能力 加油 那我就挑选大卫老师吧 这个选手特别好的一点是 他先会去多拿一些素材 然后他再组织他的销售语言 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以后所有的选手 应该在你不了解的情况之下 多去问企业家你的特点是什么 再去组织你的语言 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大卫老师是这样子 我现在呢正在做一个篮球课的销售 然后我想 大卫老师你好 我是邓家宝 目前呢是 你是怎么进来的 然后做一个情景演练 你等一下 导演 他是怎么进来的 大卫老师你先停一下 导演 他是怎么进来的 这是我们的工作现场 你怎么进来的 是这样子 你告诉我 导演 大卫老师 导演呢 大卫老师太为难孩子了 行行行 我这里再给你就是说一个 你先离我远一点 好好好 我特别讨厌 比我高的人离我近 今天我来就是解决这个身高问题的 我要让您 你来 你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我们来解决一下 我们之间的 你现在马上给我出去 我要叫人了 大卫老师你先冷静 你先冷静 今天冷静 我很冷静 我 你给我 因为我的身高 我冷静很多年了 你给我一分钟 我来给你讲一下 我今天的目的好不好 是这样子 呃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 呃 小叶总 这个篮球课程 小叶总是谁 叶总的篮球课程培训 目前我们是专门 针对于青少年 来做一个篮球培训 您刚刚也说了 您这个身高问题困扰了 您这么多年 首先呢 我再次请你出去 来 我们要执事我们的问题 我们要执事我们的问题 我执事 我执事很多年了 我需要用你提醒我吗 只是您可以看到我 你告诉我 你是谁派来的 我是来帮您提升整体 你别说了 我看着大卫老师 就是不想让我 好好卖这个课程 咱们就到这里啊 先给他点掌声啊 对 小伙子这个 情绪管理不错 遇到我这样一个 又神经又容易激动 然后还处处刁难他的 这样一个客人 我每一次做出 出乎他意料 反常的举动 他都会有相应的调整 他的主线很清晰 就是像让我介绍 小叶那边的篮球课程 我觉得你可能挑选客户 确实有点问题 就是你挑选一个 有孩子的妈妈 或者你这样推荐 会更能表达你的专业性 对吧 我儿子现在六岁 你把我当成一个孩子的妈妈 真的来表现一下专业性 再削一下好不好 可以 感谢陈总给我一个机会 就是陈总 您现在是有六岁的孩子 然后也是非常想愿意了解我们这个篮球课程 我这里给您说我们的最大两个优势 那你们跟其他有什么不同 他们都天天跟我讲各种优势 他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争取机会的人 你看看马上的话就再来一次 让自己表现得很好 首先我们的课程的最大优势就是 我们的教练绝对是权威认证的 国家清训队的这个教练 他可以给您的孩子最最科学的训练方式 和最最周到的保护 我怎么能证明你们那些都是国家队的呢 您可以带着孩子免费过来试询一节课 您觉得对这个教练的资质有质疑 我们可以查 您觉得这个教练有资质 但是没有能力我们可以换 那行 除了这个优势你们还有什么优势 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 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课程培训的 这个整体的组织框架是非常科学 也非常符合孩子的特性 因为篮球它不仅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 它也是一项合作的体育运动 它可以让你的孩子在篮球课里面 收获到友谊是第一方面 第二个 合作能力 第三个 体育锻炼 那么也能够有助你的孩子 在未来进入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 您在学校里有个很好的表现 与人沟通 与人交流 和与人之间的竞争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既能够在竞争中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也能够在合作中 体现出自己的一个魅力 这是我们的一个两大优势 我可以免费去带着孩子体验一次 是吧 这周 免费体验一节课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体的教学水平 技能提样 好了 好 给我留给你电话吧 那我这周去体验一下 谢谢 不错 赵小叶 人家给你卖可卖半天了 来点评一下 非常好 刚才在大老师这边 我觉得他就体现出了一种 就是坚韧的意志 坚韧 对 特别坚韧 而且他情绪管理好 他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高自我认知 他并不认为你的挑战 我就放低我的这个态度 我也不认为我销售是在求你 所以我这个要给他点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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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